最近美国进行了一次疯狂的行动 据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公开证实 4月底在年度能力演练中 美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首次演练了模拟空降台北的作战场景 此次模拟作战的地点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军事基地布雷格堡68号射击训练场 在这里美国按照台北的建筑和街道 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城市巷战训练基地 模拟解放军统一台岛时的介入行动 参与此次演练的美军部队 包括美军第75游骑兵团绿色贝雷帽 以及第160空降特种作战团等精锐部队 使用了包括古斯塔夫无后座力炮 弹簧刀无人机等一系列先进武器 我们都知道 美军陆军特种兵作战司令部的任务 是所谓全球反恐 现在他们模拟解放军统一台岛之后的介入行动 实际上就是在发出明确信号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他们就会介入台海协防台岛 根据他们的模拟演练 美军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方式 大致是这样的 一是直接空降台北 和解放军展开巷战 掩护台当局要员撤离 二是控制台北包括松山机场在内的重要航空设备 方便美军战略运输机运送美军兵员 装备降落台岛 虽然是在深夜搜救在上空作战中 被解放军击落被迫跳伞的美军飞行员 不难看出 既然美国已经模拟空降台北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但是这第一枪一定是台湾伪军打响的 而且打响之后美国很可能会协防台湾伪军作战 从当下中美实力对比来看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 虽然美国在经济科技上对中国极力打压 但收效甚微 反而倒逼中国在相关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如今的美国基本上已经无计可施 摆出一副用台湾牌来拼死一搏的架势 但从本质上来看 美国拱火台海局势 包括所谓的空降台北 更大概率是为了坚定台湾当炮灰的信心 自己好坐收余力 一旦台海局势失控 最先逃跑的一定是美国人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 老百姓流离失所 到处生零土炭 但美国对此毫不关心 否则早就敦促和谈了 同样那些幻想美国能够保护台湾的人 最终也只能是这样的下场 即使美国甚至连在台的美国民众 都不一定能够撤离 苏丹内战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苏丹内战期间 美国只撤出了外交人员 在苏丹上万名的美国人则只能自求多福 不过为了让台湾伪军打响第一枪 进一步巩固台湾当炮灰的信心 美国拿出了5亿美元的武器给台湾 而且拜登也可能动用10亿美元的备用金 以支持台岛民主 甚至还有美国议员呼吁给台湾人发枪 人手一把枪 让他们一起保卫台湾 美国媒体也在疯狂炒作武装台湾人 逼老百姓持枪打巷战 这就像俄乌冲突爆发前几天 美国疯狂炒作攻打乌克兰一样 舆论先行已经成为了美国惯用的手段 当然对此我们早已见惯不惯 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豺狼的猎枪 在此次美国模拟空降台北之际 我们从无人机到核潜艇 从台海到美国家门口给美国上了一课 首先在台海区域 我们先派出了一架无人机 前往台岛东部空域进行长时间的战巡 而且是长时间的盘旋 接着派出了一架无人机 以顺时针方向环绕台岛飞行 一架无人机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台岛 对台湾进行了全天后 无间断的监测 此外无真7无真8也先后投入巡航 可以说如今无论有人驾驶飞机还是无人机 解放军均能够从规模到性能全线压制台军 即便美台想实现空中刺刀 我们的无人机也根本不会给他们这种机会 其次在西泰海域 我们的052D导弹驱逐舰 54A导弹护卫舰 以及一艘综合补给舰穿越了日本 前往了西泰远海 中国战略核潜艇则在关岛以西的海域 亮了各项 从距离上来看 一旦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射导弹 美国的老挝就会被我们一击而中 翻个底朝天 而西泰海域方圆几百万平方公里 水深千米以上 按照美军现在的反潜手段 在西泰海域监测到我们的核潜艇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从目前解放军全岛封控能力来看 从无人机到核潜艇 再加上火箭军东风快递 空军远程反舰 以及海军航母前出威慑协同作战 美军大规模和解放军的正面冲突的概率不大 更多的是躲 在背后指挥台湾伪军 与解放军对峙 但是小规模美军特种部队登岛也是有可能的 但前提是要能够突破解放军海空多的拦阻线 以及东南沿海远程防空火力才行 而且即便成功登岛 损失也会非常大 特别是其后撤风险系数直线上升 毕竟我们才是陆战之王 而且我们的态度很鲜明 首先你有能力在背后拱火 这不可否认 但同样 我在自家门口有能力对你保有对峙优势 甚至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跑到你家门口和你对峙 如果你想搞事情 我们一定会奉陪到底 直到你认输为止 其次美国武装台湾 想将中国拖入战争泥潭 遏制中国发展的最终结局 只会加速两岸统一的速度 因为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任何国家和任何人低估我们的决心 企图破坏两岸和平稳定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都注定要失败 那些割裂我们主权完整的一小撮人 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 任谁都无法阻挡 之前25家美国军火商窜访台湾 带团窜台的鲁德尔 原来的身份是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 除了带头人是战争贩子外 美台商会会员的名单 也都是在全球挑起时端的军火商 堪称战争之王 其中的落马公司和雷神公司 已经于今年2月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 并处以约990亿元罚款 军火商来台 无非就是为了武装台湾 制造对立 搞乱中国 背后必然是美西方反华势力在使坏 台各界反对声音异常强烈 连日来该事件遭到岛内各界持续批评 就在该论坛举办的现场 岛内有高达数十个政党团体 还有各界民众 聚集在论坛举办地附近表达抗议 众多民众高呼战争贩子 滚出台湾 以美谋独 引狼入室 两岸一中 台海和平 台湾青年不上战场等口号 谴责美国军火商与民进党当局勾连 祸害台湾 更有年轻人直言 非要我们上战场 根本就是叫我们去送死 应当说 民进党卖台以美的路线 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 台湾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西方资本已经盯上台湾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因为环顾全球 乌克兰已被榨干 中东局势趋于稳定 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 需要重新开辟战场 为其军工商品寻找买家 俄乌战争已经旷日持久 乌克兰已是满目疮痍 经济迅速下滑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月份报道 根据初步估计 2022年乌克兰经济降幅超过30% 通货膨胀率略高于26%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 靠的是西方的军事援助 当然这些援助并不是免费的 导致乌克兰背上沉重的负担 美国为了将台湾当局牢牢的绑在战车上 不惜在舆论上进一步制造中国威胁论 让台湾上讨 然后进行全方位的盘剥 包括此次在内的军事装备合作 就是最好的剥削手段 从2019年至今 台湾一共购买了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 然而可笑的是 有124亿美元的武器 都还没有交付 但凡有点脑子都明白 美国无非是想把台湾当作提款机 现在台湾已经是美国眼中的一块肥肉 资本正在分而使之 一旦价值被榨干 台湾将彻底沦为毫无用处的废子 摆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而台湾唯一保有的 无非就是可怜的美式淘汰军货 那时留给青年的 很可能只有战场 优 организ者阶尔 explore